字幕提供 Yo Hello 各位 歡迎來到立昂TV 今天呢我要來教各位 如何讓你的正拍呢 有力量 並且又可以有力量的同時 讓你的正拍控球變得更好 因為我看到很多大部分的選手啊 要嘛就很有力量 不只是選手啦 可能業餘球友 要嘛呢他的球就很快 很有力量 但是他控制的不好 不然就是有些球友呢 是控球型的選手 但是他沒有更好的辦法 讓他的力量出得更來 並且在力量出來的同時呢 又能夠控好他的球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職業選手 他們的力量是非常的大的 但是他們在打球的同時呢 他們的控球 他們會更專注於他們的控球 所以意思是什麼 當他們把他們基本動作 練到非常好的時候呢 他的腦中只要專注於控球 我要把球控在哪個點 但是他的力量就已經足夠了 我知道這是非常 有點深奧的一些東西 但是呢我今天將透過三個步驟 三個基礎的訓練方式 讓你自己把你的基礎動作做好 並且呢把動作固定之後 你絕對可以把力量 還有控球提升得更好 OK 那我們知道的第一個點就是 我們的力量是從哪裡開始的 我們的力量是從腳開始的 對不對 我們的力量一定是從腳 的這邊先啟動 腳這邊的蹲 腳這邊啟動 去帶動你的身體旋轉 讓你的球呢 可以從地上 砰到前面去 如果呢你的基礎動作不好 你的腳是站直的 那你可能只能用上半身的力量 你看喔 上半身的力量只有這個樣子 而且非常的不穩定 但是當你把你的腳蹲下去 站出來的時候呢 你的力量會從腳延伸到身上 腳這個動力鏈延伸到身上然後出去這樣 OK 那我們今天就透過三種方式 讓你的正拍可以更穩定 又可以更有力量 今天的第一個訓練方式呢就是 你如果想要把你的正拍的控球 變得更好的話 你要確保你的拉拍是對的 怎麼叫拉拍是對的呢 很多人的拉拍呢 是很不固定的 或是不好看的 或是亂拉的 沒有一個基礎的動作 那怎麼樣做好一個基礎的拉拍呢 很簡單 左手 左手貼著 擺著你的這一個 這個拍框的部分 變不完之後 左手往右邊推 左手往右邊推 你看你的拍面 就已經在我臉身上了 再看一次喔 我墊不完之後 我左手往右邊推 往右邊推 左手往右邊推 這邊呢 就已經控出 一個很大的一個控缺了 OK 然後呢 就可以把你的拍面放下來 去做到一個抽球的動作 所以 如果你今天想要把你的正拍變得更好的話呢 第一個你拿幾顆球 墊不完記得做好墊不 第一個方式就是做好墊不 墊不完之後 左手往右邊推 左手往右邊推 你的拍面 在你的頭上的時候 你就可以拋球 球拍放下來 去做到一個抽球的動作 非常的簡單 而且你也可以自己去練習 再來一次 墊不完 左手往右邊推 左手往右邊推 固定好之後呢 拋球踩出去 去抽球 有看到嗎 當你把你的正拍的這個固定好的時候 你的拉拍就會非常的固定 我常常建議我的選手們 我的學生們 兩隻手去拉拍 兩隻手去拉拍 不要 只有一隻手去拉 左手擺到前面 不要 如果你當你在姿勢還不固定的時候 兩隻手去拉拍 動動動動動 蹲 出去揮 好嗎 兩隻手去拉拍 動動動動動 然後 蹲 出去揮 這樣子 你的拉拍會非常的固定 當你的拉拍固定的時候 你就不會有這些奇怪的拉拍 導致你的球 控球變得很不好 所以第一個拉拍要固定 第二個呢 我們常常講力量來自於哪裡 力量來自於你的腳 所以當你的第一個訓練步驟 變得很好的時候呢 你可以更進階 擺好你的動作 然後讓你的腳蹲低 讓你腳蹲低的時候呢 我們把球往上拋 出去 OK喔 馬步扎好 馬步扎好 蹲低 往上拋 出去 看到嗎 再來一次 馬步扎好 然後呢 我們的拍子 在拋球的同時 往下放 拋球同時往下放 就可以做到一個提拉的動作 不是拋球的時候往後拉喔 不是 固定好之後拍子 往下放 出去 拍子 往下放 出去 這就是一個很好的動力鏈 很好的動力鏈 為什麼 大家可以看一下喔 轉過來的時候 當球過來 拍子 跟著你的球 一起掉下來 來 OK嗎 拍子跟著你的重心 還有球一起掉下來 你看喔 拍 掉 再一次 轉好 拍子 掉下來 就可以出拍了 這是一個大家 職業選手 大家都在做的 一個動作 拍子 掉 出去 拍子拉好 拋的時候 掉 出去 OK嗎 讓你的拍子在側邊 掉下來 然後靠哪裡去旋轉 靠 蹲低的時候 靠腰 不是罵髒話喔 靠你的腰部去旋轉 這邊 就可以出來 去做一個收拍的動作 這是第二個訓練方式 第二個訓練方式 就是你的腳 還有你的拍子 又往下掉 出來 就可以出去了 OK 那你自己動作的第三個訓練方式 前面都不要改變 前面你的拉拍都不要改變 重心不要改變 第三個 確保你的重心 是在中間的 有嗎 背要挺直 為什麼很多人的抽球很好看 是因為他們的重心很好 背挺直 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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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第三個訓練方式 讓 腳去移動 把球拋在 比較旁邊的位置 讓腳去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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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同時呢 出拍的時候 背挺直 出去 OK 背挺直 出去 然後直線 對腳 打 背挺直 背挺直 出去 背挺直 出去 出去 這樣子呢 當你把 一二三 這一個 自己訓練的方式 把它做到確實 然後並且在後面 加個攝影機的時候 我相信你的動作 覺得會非常的固定 OK 那當你練完這三個訓練步驟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做 小鴿子抽球的部分 所以我們等一下趕快來開始吧 OK 那當你做好那三個步驟的時候 你就可以跟你的partner 做到一個 小鴿子 慢慢抽球 記得把球速放慢 確保你的拉拍 重心 在低的 拉拍在臉側邊 然後呢 在動的時候呢 用腰來帶動 然後 確保你的 背是直的 放多一點 OK 放 確保你的背是直的喔 有看到嗎 我的背都是直的 直的 蹲 往前抽 很輕鬆的 往前抽 蹲 往前抽 拍面 兩隻手拉拍 兩隻手拉拍 你們看到我們抽球這樣就會很穩定 很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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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力量來自於你的腳 蹲 出去 蹲 出去 不要擠到喔 蹲 蹲 出去 再來 蹲 出去 再來 蹲 出去 你們看到我們每一顆球都可以拉很久 蹲 出去 蹲 拍面拉好 蹲 出去 OK那我是想要把它停掉不然會拉太久這樣 如果呢 你跟你的partner可以做到這一個 慢慢的步驟 你等一下就可以拉長的 OK那我們現在趕快來拉長的吧 好來等一下呢 拉長的 請注意我的拉拍 一樣重心 是不是在這邊 然後背是不是直的 請注意這些點 不要看我球拉得怎麼樣 重點是 你的動作要好 動作好了 擊球不好沒關係 但是動作不好 擊球 你也不可能好到哪去 所以動作才是一切最主要的原因 OK 我們現在只是示範 我們會拉得比較小力 我們會蹲 我們會拉得比較小力 但是呢 我們主要是 做 把動作做確實 把動作做確實 蹲 把動作做確實 有沒有放下來 有嗎 蹲 放 蹲的時候球不要放下來 放 出去 放 出去 我現在球都很輕鬆 放 出去 放 出去 蹲 上 蹲 上 蹲 上 蹲 蹲 專注在你的動作 蹲 上 好 反拍線碰回去 蹲 上 欸 蹲 蹲 上 腳重心壓低 重心壓低 你的球呢 就會看很仔細 重心壓低 看到嗎?重心壓低 你的身體就會很平衡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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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衡 有看到嗎? 低 壓越低 你的身體就會越平衡 然後重點是不要往前壓 要往下壓 來 重心 低 欸 欸 欸 進 好 所以 各位要知道 基本功練好 才是最重要的東西 我知道呢 這個過程很難 但是只要你 努力的去練習 努力的去督促自己 你一定會有非常大的進步 OK 那今天這一集就到這邊啊 如果你喜歡這一集的話 記得去我的Facebook欄追蹤 去我的Youtube欄訂閱 如果你有任何有關網球問題 或是這種好的主題 歡迎來信來信跟我說 有點喘 我們下集見 See ya 先來信看 們